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讲复合关系代名词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我写在上面的句子 这两个中文的句子各位同学先可以按暂停 把它写下来 然后写完之后呢 翻译成英文 那我用这两个句子呢 帮各位同学复习一下形容词子句的用法 第二个就是我用这两个句子来切入今天要讲的复合关系代名词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各位同学听我讲解之前自己要先翻译哦 他需要的东西不是钱而是爱 好啊这句话怎么翻还记得吗 他需要的东西我们把的把它圈起来下 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的 等一下这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对不对 放在那个东西的后面嘛 当形容词子句 所以我们先写出东西 好先写下咯 你的thing东西 啊是什么东西 我用形容词子句去限定那个东西 好那个东西是他需要的 所以后面是一个限定用法的形容词子句 我们先写出怪系代名词 that the thing that he needs 他所需要的东西 好我们先写到这边来 the thing that he needs 好我把这个部分把它画起来下 that he needs 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那个the thing 那个先行词 啊我们还没写完吗 不是钱而是爱 is not money 后面应该蛮简单的了 is not money but 而是爱 but love 好这个句子我们把它写完了 那我们先把第一个句子先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靠第二个句子之后呢 我们再切入什么叫 负荷关系代名词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哦 不要相信他告诉你的事情 好各位同学应该很习惯了吧 把那个the画起来下 所以不要相信什么事情 就是他告诉你的事情 ok 不要相信他告诉你的事情 好那我们要怎么写呢 不要相信嘛 don't believe don't believe 先结束 不要相信那个事情 don't believe the thing 那如果事情很多 当然你可以写the things 也可以 ok 然后后面还有个形容词子句 对不对 他告诉你的 that 我把话刮起来是形容词子句的哦 he told you 好假设他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了 他告诉你那件事情呢 你不要去想尽他 好一样哦 我把后面的形容词子句把它画起来一下 这是个形容词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那个 the thing or the things都可以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句 我们要怎么样连结到今天要讲的 负荷关系代名词呢 来你看哦 我们在这两句里面呢 有出现一个字 有一个字词叫做 东西跟事情 各位同学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总统里面讲 东西也好 事情也好 是一个非常模糊语意的一个字词 对不对 比如说以第一句来讲 我是不是可以讲说 他需要的 不是钱而是爱 对不对 我可以说他需要的 不是钱而是爱 第二句我可以说 不要相信他告诉你的 好像可以不用把那个东西 或事情把它讲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那个东西 或事情把它省略掉 好像语意上来讲 也不会模糊 再来呢 它又可以让句子 更为简洁恶药 那在英文里面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让它更简洁恶药呢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句子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哦 第一个句子它说呢 the thing that he needs 那我刚才讲过了 刚才那个 the thing 东西 非常的模糊 语意模糊 我不需要把它讲出来 所以呢 这个时候可以动一点点手脚 让它更为简洁恶药 怎么样动手脚呢 我可以把这个 the thing 跟后面的关系代名词 整个哦 可以把它化掉 我可以整个把它化掉 变成一个字就可以了哦 这个字我就可以变成一个字 叫做 what 所以整个句子变得非常的简洁 而要叫做 what he needs is not money but love 再讲一次 所以我可以把the thing 先进词 跟那个that 关系代名词 把它 整个把它删掉 再换成一个字 叫做what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所以 意思类推 那这句话要怎么翻呢 要怎么 让它变得更简洁恶药呢 don't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he told you 那因为the things 事情 东西非常模糊 所以我可以连 the things 连后面的那个that 整个把它 化掉 那我们可以变成哪个字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字 叫做what 更为简洁恶药 整个句子可以变成 don't believe what he told you 所以我们以这两个句子 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这边的 来 我用粗一点的 那我写给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这个what 本身 可以等于 the thing 或the things 都有可能 对不对 好 我看你是单数复数而已 那我写一个括号 然后再加一个that 所以这边的what呢 它可以等于 the thing or the things 就是我们所谓的先行词 以及后面的 关系代名词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复合关系代名词 来 刚才我请各位同学 圈出复合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复合是复合哪两个东西 我们现在解答了 它就复合 先行词 以及后面的关系代名词 好 我们看一下 复合关系代名词的 核心概念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 复合关带 不只是关带而已哦 它本身也是关带 没有错 可它不只是关带 它是复合了先行词 以及关带 所以各位同学 帮我把这个先行词 跟关带两个字 帮我圈写一下 它不仅有先行词 你帮我写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名词啦 好 加上后面的关系代名词 再来第二个说明 复合关系代名词 引导的是名词指句 名词指句 各位同学 不用太担心 你就想着它就是一个名词 就对了 好 那你想一下哦 在英文里面 名词可以放在一个句子的 哪一些位置呢 在英文里面 名词可以放在一个句子里面的主词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说 the weather is good 那个 weather 那个 weather 那个名词 天气 就是一个主词的哦 the weather is good 再来它也可以放在寿词 比如说我说 I like the weather I like the weather 那个 weather 就放在like的后面当寿词 所以 复合关系代名词 引导出来的这个名词指句呢 可以当一个句子的主词 寿词 它还可以当一个句子的主词补语 那我相信同学对于主词补语 这四个字应该非常的陌生 我在这边很快的讲解一下 什么叫主词补语呢 来 过名思义 补语的意思就是 补充说明的词语 来 各位同学帮我写上去一下 所谓的补语就是补充说明的词语 那各位同学一定会想一下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写出补语呢 补充说明的词语 一定有它的意义存在的嘛 那所谓的补语呢 它就是用来补充说明的词语 那主词补语 就是用来补充说明主词的词语 叫主词补语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说我爸爸 My father is 问你哦 如果你这个句子写这样 写个句点 这个句子是对的吗 各位同学英文学这么久 应该发现这个句子是错误的嘛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讲完啊 My father is 没有讲完 就停在那边 不行 对不对 所以为了让这个句子更完整一点 我可以把它写完毕 比如说我说 My father is a doctor 我爸爸是一个医生 My father is a doctor 这个句子就是perfect 这个句子就完美了 那这个句子里面的那个 adductor 请问你adductor是指谁 是指这个句子里面是谁 就前面那个老爸嘛 对不对 我的爸爸嘛 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 所以这边的adductor 就是一个主词补语 用来补充说明主词的词语 所以它是个主词补语 那各位同学呢 你不用一定要去记那个主词补语 没有关系 你就帮我写上句下 如果一个名词放在 逼动词的后面 然后就是一个主词补语 你帮我写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逼动词的后面 放在逼动词的后面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边 把这句话再看一次 所以复合关系代名词 就像刚才讲的what 它引导出来的这个名字字句 可以放在句子的主词 受词 以及放在逼动词的后面 所以复合关系代名词的核心概念 我们已经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词语里面有两类的 复合关系代名词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大类 我刚才已经有讲到了 说明的部分 第一个 what 等于the thing 或the things that 再负其词 what等于the thing or the things that 都可以 它等于先行词 加上关系代名词 为什么它可以变成这样子呢 因为先行词意义很模糊 the thing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喜欢把它讲出来 于是呢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我把那个the thing 跟后面的那个关系代名词 直接把它喝起来 变成一个字就可以了 更为简洁而要 再看第二个说明 what所引导出来 子句 它就是一个名字 子句 对不对 你想一下 就是一个名词 它可以当句子的主词 受词 以及主词不欲 我们刚才在前面 都已经讲到了 我们看一下 例子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我们先看中文好不好 我们看中文 我朋友们在谈论的事情 一点也不让我感到兴趣 那一样 我们把那个the 把它圈起来一下 来 各位同学啊 在看英文之前 先讲一下这句话 要怎么翻译呢 我朋友们正在谈论的事情 那你看到事情 你应该会写的是 the thing 对不对 如果是很多的话 就是the things 好 我写the thing就可以了 然后我写个that 后面会再写一个 形容词指句 用来限定前面这些 thing是什么东西 来我这边写单数就可以了 我写the thing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看下句子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本来的句子是 the thing t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对不对 然后他把这边的the thing that 代换成一个字叫做what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我的朋友正在谈论的那个事情 doesn't interest me at all 好 我们先提到这边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蓝色的笔 所画起来的地方 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 注意一下 我现在用蓝色的笔画起来的地方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这整个 是这个句子的什么 主词还是受词 很明显 它是主词 所以这整个是主词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整个是主词 动词是那个doesn't interest 对不对 好 所以what所引导出来的这一个子句呢 它可以当主词使用 没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I'm not interested in 好 一样我们先看中文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中文部分 它说呢 我对我朋友们在谈论的事情 没有兴趣 又来了 所以一样 是事情 什么事情 我朋友们正在谈论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句英文要怎么翻呢 I'm not interested in the thing 好 一样我再写一次 in the thing 我对他们谈论的事情 然后 我朋友正在谈论的 t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好 所以这边呢 that 本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从that 一直到那个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整个是一个形容词直语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错 可是因为 the thing that 那个the thing 意思很模糊 所以我可以不用写 我可以把 the thing that 整个把它画掉 变成 用它这边写的 写个what 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 I'm not interested in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好 那一样我跟刚才 一样了 我把那个 用蓝色的笔 画起来的地方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用蓝色笔画起来的地方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这整个部分 是这个句子的什么 你想一下 它在那个in的后面 在窃息词的后面 这是整个句子的一个 售词 所以what 所引导出来的词句 它可以当一个句子的 售词 好 所以第一个句子 当主词 第二个句子 当售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句子 这就是我朋友们 正在谈论的事情 又来了 的事情 让我把 的画起来 所以本来是 这就是那个事情 什么事情 我朋友们正在谈论的 好 那我们一样 像刚才一样 我们来改一下 this is the thing 这就是那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this is the thing t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那一样 各位投资应该都很熟的 把那个 the thing that 画掉 我就可以改写成 这个字 叫做 what 变成 this is what my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好 那请问你 我现在用 蓝色的笔 画起来的地方 这整个地方 它是放在 b动词的后面 对不对 它放在b动词后面 我们刚才讲过了嘛 它放在b动词的后面 所以它是用来 补充说明前面的主词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 主词补语 主词补语 我们会减习成 叫做sc 好 不过通常就记得 反正它是主词补语 它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 那个this 的那个内容的 好 所以我们从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我们了解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那个what what等于the thing that等于the thing 加上关系代名词 这第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它可以 把它改成what呢 因为那个the thing 太模糊了 我可以不用把它写出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 what所引导出来的 这个词句 它可以当一个句子的 主词 受词 以及主词补语 好 我们看一下 多看几个句子 那我找了两个句子 给你看 这两个句子 在英文里面很常看到 我们学下这两个句子 各位同学 可以把它写在 讲义上空白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第一个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什么叫做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当然这边的 what就等于the thing the thing t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出续的东西 一定会再回来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 英国报应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最后会得到 一个什么样的报应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有人会把它翻成叫做 种瓜得瓜 种果得果 OK 所以你种了什么因 你就会得到什么果 好 这是第一个句子 在英文里面常看到一个谚语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接下来看第二个句子 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 那一样这边的 what可以等于 the thing that is done 已经做的事情 cannot be undone 没有办法再恢复了 所以目已成收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没有办法 再去改变它 再去逆转它了 好 所以这两个句子 各位同学 要背一下 我们再念一次 第一个句子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第二个句子 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题目 这是在学测里面 考到的一个题目 在画面上看到的 那我先把它题目出现了 我要讲的这一个句子 画起来一下 in other words 的这句话 我把它画起来一下 好 那这一篇呢 是一个综合测验 就是克漏汁 他在讲说 为什么钻石这么的昂贵 那明明钻石 没有像水这么有用 对不对 可是水为什么比较便宜 理由很简单 因为钻石物以稀为贵 因为钻石非常的稀有 再加上有些人呢 会买钻石 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地位 那在这句话 29个的这句话 我们把它画起来 他考的就是这句话 他说呢 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the scarcity of goods scarcity 是指稀有的意思 good是指货品货物 所以一个东西的稀有性呢 is怎么样 causes humans to attribute value 他说呢 东西的稀有性呢 就是 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使得人类呢 去attribute 是归因的意思 把a归因与b的那个归因 我把它下这边 归因 好 所以 人类啊 为东西定出价值啊 是因为他的稀有性 好 那我们看这一个答案选是什么呢 in other words the scarcity of goods this is 这一答案选就是 what咯 好 我把那个 the thing that 把它带进去 你一定会觉得 很顺 好 我把它下这边 你看到 我如果把它写进去 the thing that 我把它写进去一下 ok 所以你看到 整个句子变成 in other words the scarcity of goods is the thing that causes humans to attribute value 完全正确 所以这个 答案选的就是 a ok 这个what 所引导出来的 名词词句 放在b动词的后面 所以它是一个 当主词补语使用 那主是b b不对哦 为什么b不对 因为b是一个 关系代名词 你关系代名词 你前面又没有一个 现行词 对不对 你有个关系代名词 可是前面 你没有现行词啊 这样不行啊 你所以 像a选项的话 它不仅有关系代名词 又有现行词 那c跟诸 就不对了 因为c跟诸的话 它都是疑问的副词 不能摆在这边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题 就跟你讲说 what 在学测里面 是怎么考的 好 所以第一个 复合关系代名词 what 我们解决了 接下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 复合关系代名词 第二个 复合关系代名词 是各位同学 在写作文的时候 应该可以写得到的 叫做whatever 跟whoever 那当然 这一类的 复合关系代名词 不是只有whatever跟whoever的 但是我觉得 比较常看到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在 总复习的讲义里面 就讲这两个就可以了 各位同学听完之后 就想想 怎么又把它应用在作文里面 那等一下呢 我会给一些 很漂亮的一些句子 我们想一下 要怎么用 那我们看一下说明的部分 什么叫做whatever whatever就是anything that 所以anything 它就是一个 先行词 that就是一个 关系代名词 所以whatever 也是一个 复合关系代名词 没有错 那whatever 跟那个what 比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呢 各位同学 从这边应该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whatever等于anything 所以它强调的是 任何东西 OK 它强调任何东西 那看第二个 复合关系代名词 叫做whatever whatever等于anyone who 叫做任何人 所以 whatever就是任何事情 任何东西 whatever就是任何人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说明 跟刚才很像 whatever whatever所引导出来的 这个词句呢 名词词句 可以当一个句子的主词 受词 也可以放在b动词后面 当主词不语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句词 whatever anything that happened between Paul and me and me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个句词的主词在那边 来各位同学 帮我把整个句子的主词 把它画起来 整个句子 呃 句子的主词在这边 这是他的主词嘛 对不对 那这边whatever 引导出一个名词词句 当主词使用 没问题 对不对 那whatever呢 可以等于什么 anything that 所以 anything that happened between Paul and me 任何发生在 Paul跟我之间的 任何事情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都跟你无关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to achieve my goal 好 那我们把这边的 whatever I can 整个名字字句话 挖起来 整个是当do的受词 对不对 好 那这边的whatever 就等于anything that 所以我整个句子本来是 I will do anything that I can to achieve my goal 本来是这个样子 接下我们看一下 第三句跟第四句 好 第三句 whatever whatever or any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should be punished 一样我们仿照 刚才的写法 我把整个句子的主词 挖号起来 OK 那这边的whorever 引导出名字字句 当主词使用 那这边的whorever 可以等于anyone who 所以本来的句子是 anyo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本来是这个样子 接下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句子 you may choose whorever you would like to represent our company 一样哦 我们像刚才一样 把整个句子的这个部分 把话挖号起来 它放在choose的后面 所以它可以当一个句子的一个秀词 而这边呢 whorever 就等于anyone who 所以整个句子本来是 you may choose anyone who you would like to represent our company OK 所以第一个复合关系代名词 what 第二个复合关系代名词 whatever or whoever 我们都解决了 那一样仿照刚才的what呢 我给你两个很棒的句子 我们来学下这两个句子 各位当学 可以把它超录下来 以后写在座里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whatever is worth doing at all is worth doing well 它说呢 来想一下 这边的whatever 可以代替成哪两个字 就等于anything that 对不对 so我可以变成anything that is worth doing whore就是值得 所以值得做的任何事情呢 就值得好好的把它做好 所以值得做好的事情 就值得好好的做 这是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 whatever is begun in anger ends in shame 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 whatever一样 我们可以代替成什么 我们可以代替成anything that 所以本来句子是anything that is begun in anger 任何事情呢 如果是起于愤怒的 ends in shame 最后呢 是以羞愧结束 所以死于愤怒 忠于羞愧 也容易这样子翻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呢 一开始呢 就是抱持着很愤怒的态度啊 那你就会失去理智 那到时候呢 到最后的发展 就是你会后悔 会觉得很羞愧 你在冲动之下 在激怒之下呢 可能说错的话啊 冒犯的人啊 做错的事情 你到时候会觉得很羞愧 ok 来我们这两个句子 再念一次哦 第一个句子 whatever is worth doing at all is worth doing well 第一个句子 whatever is begun in anger ends in shame 好 这是whatever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比较一下 比较这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名字字句 一个叫做副词字句 好 在讲这两个之前呢 这个文法其实啊 在第一回 好 各位同学可以翻一下那里 unit one unit one的第二个高频句型 的副词字句 从属连接词的副词字句里面呢 有提到哦 来 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是这个 我以这个whatever 来当例子 ok whatever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吗 它可以等于什么 还记得吗 它可以等于 先进词anything 再加上that 对不对 好 可是啊 我们在unit one 的第二个高频句型的时候 有提到哦 whatever也可以等于 无论是什么什么 我可以等于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对不对 可以等于这两个东西嘛 所以你看到whatever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哦 它到底是等于anything that 还是等于no matter what呢 好 你这两个注意一下 那这两个要怎么区分呢 第一个是它的语意 是不一样的 当它等于上面这个anything that的时候 它就是强调任何事情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再来 那如果它等于no matter what的时候 它是指 不管是什么 所以语意上来讲 是不一样的 再来呢 它所引导出来的结构 也不一样哦 来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有讲到 当whatever thananything that的时候呢 它是当名词子句使用 它就当名词 名词子句 对不对 可以放它在一个句子的主词啦 售词啦 或者是逼动词的后面 主词博语 对不对 然后呢 no matter what呢 这一个所引导出来的呢 是一个副词词句 我们在第一回有学到咯 副词词句 我把它写清楚一点 副词词句 OK 那它会长的样子是怎么样子呢 我写清楚一点哦 它会长这个样子哦 whatever 点点点一点 好 它是一个负词子句 到点 后面会再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会再加一个主句 OK 所以 如果whatever 它等于no matter what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写出这样一个曲构出来 好 各位同学记得要写下笔记哦 那我们看一下 主意来看一下每一个的说明的部分哦 同正比较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哦 名字字句的部分哦 whatever our clients do is always right 我们就可以代替成 anything that our clients do is always right 为什么我可以代这边的whatever 为什么我可以代替成anything that呢 因为很明显 我现在把它画起来的地方 我用蓝色的笔 所画起来的地方 这整个是一个主词 对不对 好 动词在这边嘛 it's always right 这是动词 所以这边的whatever our clients do 我们的客户所做的任何事情 它引导的出来是一个名词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放在组织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这个时候whatever呢 我们可以代替成什么 这边的whatever 我可以代替成anything that 是没问题的哦 可是记得哦 这个时候 把它画起来 它得anything that 千万不能这样讲哦 千万不能写 no matter what our clients do is always right 我再念一次 这句话是错的 no matter what our clients do is always right 这句话是错的哦 这个时候 whatever引导出名词子句的时候的时候呢 它只能代替成anything that 不能代替成no matter what 一定要调记在心 所以我们看说明的部分哦 whatever our clients do 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当这整个句子的主词 这个时候whatever 它可以代替成anything that 千万记得 不能代替成no matter what 好 那什么时候可以代替成no matter what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副词子句的部分哦 它说呢 whatever our clients do 不管我们的客户做的什么 逗点 你发现有个逗点 后面再加另外一个完整的句子 they're always right 所以不管我们的客户做什么 逗点 they're always right 这个时候 的这个whatever 我就可以代替成no matter what 变成no matter what our clients do 逗点 they're always right 所以同理 这边的no matter what 我不可以写成anything that our clients do they're always right 这样就不行哦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明的部分 whatever our clients do 为副词子句 它是一个副词子句 OK 主要的子句是 they're always right 这个时候 whatever可以代替成no matter what 但是不能代替成anything that 好 希望这样讲完之后 各位同学 可以很熟悉 那我们不熟悉的话 没有关系 来 我们再多做一些练习 那下面的练习题 各位同学自己做 做完之后呢 对下详解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分页 设了两个翻译的题组 各位同学练习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 好 那我们把的画起来下 我们要做一下翻译了 的把它劝起来下了 那这边的任何事情 等一下就是一个先行词 对不对 好 那他所说的 那他所说的 是个形容词指句 用来修饰 那个先行词 所以我们整个句子 把它写出来 叫任何事情 我们先写任何事情 anything that 好 关系带名词 把它写出来 anything that 然后呢 他所说的事情 that he says 不管他说什么 反正就是 他所说的任何事情 anything that he says 好到这边哦 都不是真的 is not true 好 整个句子是 anything that he says is not true 没问题了 来我们把它改成 复合关系 带名词 怎么改呢 我就把这边呢 anything that 整个把它画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带 完成一个字 叫做什么 whatever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 whatever he says is not true 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个句子 好 所以这是第一题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要怎么办呢 不管 是不管哦 不是任何事情 不管他说什么 都不要相信他 好 所以这边呢 不管他说什么呢 不管我们就写 no matter 好 所以变成 no matter what he says 不管他说什么 不要相信他 后面会有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起始句开头 don't believe him don't believe him 好 所以我们把整个句子再看一次 no matter what he says 逗点 don't believe him 那这里一个don't believe him 是一个主要的句子 那前面是一个 副词之句 那我们看这边的no matter what 我可以代文成哪个字 来 想一下 我可以代文成whatever whatever 所以整个句子可以变成whatever he says don't believe him 好 所以我们从第一句啊 跟第二句啊 让你再理清一下 那个whatever 它到底什么说得 anything that 到底什么说得 no matter what 接下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题组 好 各位同学记得哦 要把中文写下来 自己试着翻译一下英文 那我们看一下中文 我比较常哦 第二个题组 比较难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哦 任何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人 都很欢迎加入我们 所以整个句子的主词 我们先抓出来一下 就是任何人嘛 对不对 那来 我们该先抓那个的 把的 圈起来一下 把的圈起来一下 好 asmele人 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人啊 所以我们先写出 来 我们先写出 任何人 先把它写出来 一下 anyone 好 先写出来 who 好 对什么有兴趣对不对 后面会有个形容字 指句 去修制那个任何人 对这个专案有兴趣 who is interested who is interested 后面要加什么介绍词呢 interested 要加in 然后这个专案 this 专案我们写的是 project project 好 到这边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好 组织写出来了 都很欢迎加入我们哦 很欢迎加入我们 我们叫做 is welcome to 很欢迎怎么样 is welcome to join us 加入我们 好 那一样哦 我把这个画起来 who is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sorry 你知道 我再画一次 who is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这是一个形容词字 修饰前面那个先进词 anyone 好 那我们可以更改的更为简洁二要一点 对不对 我可以把这边的anyone who 我可以改写成哪一个字呢 改写成一个字就可以了 我可以写成whoever whoever 这样就可以了哦 所以整个句子 我可以变成whoever is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is welcome to join us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不管你来自哪里 哦 不管哦 不管 不管你来自哪里 在我们团队里面呢 你都会觉得很自在 啊 不管你来自哪里 我们就写no matter咯 不管怎么样 no matter 好 啊哪里就是where咯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不管你来自于哪里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好 再来看一下后面咯 在我们团队里面 你都会觉得很自在 所以我们要先写的是 你会觉得自在啦 然后再写 在我们团队里面 you will feel 觉得很自在 我可以写 at home 或是at ease 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然后再来 在我们团队里面 in our team 好 整个句子我念也是哦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you'll feel at home or you'll feel at ease in our team 那我把这边的 no matter where 把它画起来一下 那请问你哦 这边的no matter where 我可以代换成 哪一个字 就一个字而已 这个字叫做 wherever wherever ok 好 我们也讲过了嘛 如果那个 no matter 就是那个wherever 如果我可以代换成 那个no matter的话 表示它是一个 副词词句 所以后面有个 完整的句子 就是 you will feel at home or at ease in our team 对不对 好啦 所以这是这一回 unit 3的第二个高评句型 讲的是 复合关系代名词 我们快地复习一下哦 复合关系代名词 就是复合了先行词 加上 关系代名词 那复合关系代名词呢 它可以放在一个句子的 哪一些位置呢 可以放在 储词啦 售词啦 以及 逼动词的后面 当储词不语 在英语里面呢 有两大类的 复合关系代名词 第一大类呢 叫做what 然后那个what 等于the thing that 而第二大类呢 是whatever 或whorever 那whatever 可以等于anything that whorever可以等于anyone who OK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诶诶诶 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以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哦